一叶帐木,精致玉叶 我们对于树叶的印象都是放在手里面的小小的一抹绿色 你可能没见过一片叶子漂浮在水面 一位140斤重的成年人稳稳地坐在叶子上 却不会下沉的场面吧 这种拥有坚固叶片的植物就是亡莲了 听名字就能感受到它的威武霸气 它是植物界鼎鼎有名的大工程师哦 1801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南美旅行时 首次发现了这种植物 1827年,以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加以命名 1959年,中国从德国引众培育成功 简称为亡莲 亡莲是一种大型的扶叶草本 具有世界上水生植物中最大的叶片 直径可以达到三米以上 宛如一个巨大的真替漂浮在水面上 一片片连叶相接,一眼望去十分壮观 别看亡莲的叶片长得无大三出 花瓣可是相当的美艳啊 夏季或者是秋季的傍晚 纯白的莲花伸出水面开放 方向四溢 但亡莲的美丽甚短 第二天,花朵便逐渐闭合 待傍晚再次开放洁白的花瓣呢 摇身一变呈现出了淡红色之深红色 第三天,花朵完全闭合沉入水中 亡莲因其花期短暂且能够变色的特点 也被人们称之为善变的女神 亡莲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啊 当然最让人赞叹的还是他能够一叶当周的巨大叶片了 不仅吸睛力十足,负载力也是大的惊人啊 亡莲的叶面光滑 上卷的叶边缘能够防止水流入叶面 为叶片打造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 生物学家发现啊 亡莲的叶脉结构也与一般的植物不同啊 叶片背面呢 生长着粗状的叶脉 叶脉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骨架结构 搭建成一个个方形的小隔 这不仅有利于保持叶片舒展 还能够增加叶片的排水和负载力 叶脉内部还有很多的大空腔 空腔内充满了气体 使得叶片具有很强的浮力 亡莲的叶脉为近现代建筑带来启发 甚至代表着近现代建筑设计时的开端啊 1851年 正处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 崇尚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 国力强盛的英国 想要举办一场展示工业革命成果的 万国工业博览会 这场博览会啊 就是如今世博会的前身了 在当时 第一届世博会的展览场地 就成了彰显国力的第一张 蒙面招牌了 竞标的场馆方案众多 最终在245份标书当中 来自英国著名建筑师 约瑟夫帕克斯顿的设计方案 就突出重为成功的中标了 这份方案的设计灵感 就是来自于王莲了 场馆建筑取名为水晶宫 区别于当时繁复的建筑风格 约瑟夫帕克斯顿的设计稿件 纯粹采用了钢材和玻璃 这使得整座建筑 拥有极强的坚固性和透光性 要知道 那可是在1851年 电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 室内采光主要是依靠蜡烛 水晶宫通体的玻璃外墙 就使得这座建筑宛如水晶般的 晶莹剔透 采光性极强 白天完全就不需要借助 任何的人工光源工具 就能够拥有明亮的室内光线 虽然这座建筑在1936年 被一场大火给销毁 但水晶宫的设计理念 成为了近现代建筑设计的最早起源 莲花的叶片除了牢固 它的自尽功能呢 也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 德国波恩大学的科研人员就发现 连椅上遍布着微小的绒毛 和蜡质的凸起物 这种粗糙的表面可以保持叶片干净 而光滑的叶片表面 反而需要经常的清洗了 于是科学家就模仿连椅的自尽原理 开发出了具有房屋功能的涂层产品 这种自尽涂层的表面凹凸不平 这样就使得灰尘颗粒 只能悬空在涂层表面 经过风雨冲刷便被一扫而尽 王莲属于热带水深植物 如今我国很多地区都已经引进王莲 作为景观植物了 云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还有江苏等地区 都能够看到王莲的身影了 又到了王莲盛开的季节 如果你的家乡有王莲 赶紧去欣赏一下它的王者风范吧